一却两耳是中国戏曲舞台上最基本的摆设 也代表着传统京剧的刘伯美学 而表演者就需要透过新段、唱腔等等 来营造当中的异景 而今次中华文化节大师传艺尋古之身赶座 就邀请到一位香港著名的 昆曲京剧的表演艺术家 来分享一下戏曲当中的美学 邓婉霞,著名的昆曲京剧演员 施承京坤艺术大师余震飞 憑着大英杰裂逆花弹逆舞生的角色 成为首位得到中国戏剧梅花奖的香港演员 他在香港创立了京坤剧场 以演出、教育、文化交流等等的形式 多年来不谓余力推动京坤艺术 老师,其实今次的讲座 为什么会以中国戏曲的美学为主题? 其实美学这件事 我一直都很想去探讨 以及自己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 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说 它反映了整个民族的一种 它怎么看美学这件事 或者它怎么看整个世界这件事 所以我自己也是很有兴趣的 其实在讲座的内容里面 会有没有分为几多种类 或者有什么题目的呢? 其实主要分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虚与实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传统艺术 例如戏曲或者画画等等 它都是追求一种好像是写意虚意的 真的不是以仿真为我们最终目标的 那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二个就是刑与神 这个也是我们做演员也好 或者中国传统的艺术也好 它很追求的一种刑神兼备的境界 第三部分就是主要讲打击乐 打击乐其实是我们中国戏曲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 特别我经坤这方面 它是打击乐绝对是从头到尾贯穿全剧的 那它到底有什么功能呢? 或者演员和它又是怎么配合的呢? 那这些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分享和谈讨的 那你又觉得在中国戏曲之中 哪一个部分哪一样东西是最美的呢? 最美我觉得其中一样就是它的那种综合性的特性 就是比如说有些其他艺术形式 它可能非常专注于或者正是专注于跳舞 有些只是专注于歌唱 但是中国戏曲它是唱念造打舞 而且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 那它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 不是说好像看电影那样看故事 你是要看表演者的艺术 你是感觉那种 真的有一种气场和一种混乱的 这件事是最美的 那其实有没有说 现在多不多年轻人去认识戏曲呢? 就你所知 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了 而且我们搞很多活动在大中小学 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我觉得只要你展现得好 你切入怎么对的话 老实说我是未遇过任何困难 譬如说京剧《三叉喉》 是两个人在黑暗中摸黑地打斗 要不需要在舞台上都关上了 当然不需要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是一种虚拟的表演 不是一种写实的表演 差不多每次那些小学生都会跑到台前 都跟那些演员说 他在你后面 他在你左边 就是这样 看得很严重的 太热烈了 我未试过 未试过 有什么冷场 或者有什么困难 如果有市民平时不是看戏曲的 但是他又想尝试一下 你有没有说有什么方法 又或者怎么样令到他 可以欣赏到戏曲的美 他就能入场 其实好像小朋友那样 他越小就越是没有其他的念头 你被捉住他就会骑马 其实你只要打开你的心扉 你就去参与就去看 《中国戏曲》有三百多种 而且各有特色 而在《中华文化节》 《大师传艺》尋古之身的讲座里面 《美从何来》 《浅谈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 将会在8月2日星期五 在香港的太空馆演讲厅举行 记得不要错过了